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我是Jolie 我今年在12年级 我去一个艺术的学校 那我在这个艺术学校呢 我就是早上呢 我们有普通的课 像数学啊 科学 英文等等的 然后呢 我们下午就有 我们的特别的课 那呢 我在这个学校呢 我就是做演戏的 所以我有唱歌 跳舞 表演课 这些的 那呢 我今天呢 要跟大家分享说呢 我这一年在申请大学 是怎么样的 通过我这个学校的累积 我有很多不同的感觉 就是很谢谢呢 我的学校可以教我 这么多东西 然后也可以帮 我申请很好的大学 我那时候要去读 高中的时候呢 我就要做一个 很难的选择 就是选说 去个普通的学校 还是去这个艺术的学校 那呢 我真的 我就是选这个艺术学校 但是 我的爸爸跟妈妈 我的家人呢 一开始都想说 这是一个很 不好的 idea 然后这个 我说有可能 不会成功啊 然后就是 以后找工作 也会是 很困难的啊 然后大学 也根本不知道 可不可以 申请到 一个好的大学 只是呢 我过了这四年呢 我就现在真的 就是觉得说呢 我选这家艺术学校啊 然后去走这条表演的路 真的对我是一个 很好的路线 然后呢 我很开心 看这下个四年 我可以再学什么东西 可以再学 更多的东西这样子 那呢 我现在要跟大家分享说呢 我这一年申请大学的result是怎么样 那我现在跟大家分享 不是在说我要跟大家讲说 哦 我很厉害 or anything 我就真的 就是要跟大家说呢 真的你应该要去做 你真的想要做的 因为呢 我觉得呢 一个小孩子去 做他们真的想要做的东西 就真的可以成功 然后呢 也就会开心 那我觉得那是最重要的 所以呢 我被一些学校 像UCLA 然后Carnegie Mellon 被waitlist 那呢 我也有进一些学校 像雪城大学 那 我现在的决定呢 就是要去纽约大学 所以 我明年呢 要去纽约大学 继续做一些演戏的 最后要讲的就是呢 大家 真的就是 你应该要做 你真的喜欢做的东西 然后呢 所以大家 就是 make sure you follow your dream and 就是 appreciate the moments and 就是 have fun doing what you love 好 好